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剛才張老師中美關係方面的發言 這樣的論事 中國有信心 這樣的框架下 到底是韓國什麼位置 中美關係 如果按照張老師所說的意義 中美關係已經達到了討價還價的決断 以後可能美國接受的決断的時候 我問的是不是英雄烈政府 這個目前的政策方面的 專略上從長期的角度來看 中國韓國到底看韓國戰略的位置 韓中關係的方向和位置怎樣看 我先做一點評論 對中美競爭當中韓國的位置 特別是韓國企業等等 還有加強更多的文明文化政治思想的交流 做得非常贊成的 實際上中國有一點跟美國完全不一樣 美國是 either with us or against us 要么跟我們在一起 要么就是我的敵人 中國不需要這樣 我們覺得韓國你保持跟美國的關係 我們一點意見都沒有 美國是你們的好朋友 我們都沒有 但是關鍵是不要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 所以這個當中的選擇余地就非常大了 對不對 你看我連那個新西蘭 美國要他參加到AUKUS 他說我不參加 雖然他是美國的盟國 他說我們和中國是很正常的這個貿易 是最惠國等等等等 就是這當中有很大的空間 沒必要走極端的 而且據我對韓國企業政策的了解 至少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前 韓國是有自己完整的規劃的 這規劃是把中國看作是韓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中國看作是機遇 但現在比較難 因為特朗普他非常強勢 他是一個businessman 你要么是跟我在一起 要么你就怎樣 You have to pay everything 這是韓國出一個非常難的境地 這是我相信韓國政治精英至今應該有智慧 實際上美國的特點我們都比較了解的 你完全跟著他服從他 美國看不起你 不當一回事情的 日本就是這樣的 所以他那個首相去美國 紅地毯都站不到 站在邊上的 但是你對他表達你的意見 而且述注於媒體輿論 就講我們韓國也有自己的利益 你們為什麼不理解呢 你公開跟他怼一怼 他反而尊重你 用毛這句話就是美國是個紫老虎 韓國可能不要這麼說 但是明確地表這個態度 我覺得是可以的 我個人覺得 一孔之戒 沒必要他說什麼就聽什麼 合理的 美國公眾慢慢都會理解的 所以我覺得這有很大空間 思想文化的交流 我覺得中國方面真的沒有困難 現在困難更多在韓國 這個政治化了 要開這個Democracy Summit 等等等等 我們是民主你們是專制 我們個人覺得這個分析是很愚蠢的 Old Story Old Story 我是兩年前 就上一次的民主峰會 那麼我們跟BBC CN記者有一個座談 他們問我怎麼看這個 我對韓國舉辦民主峰會 我不發表評論 但是對在美國舉辦這個Summit 我說It's a joke 我說你要知道 美國的民主在今天中國 多數認為是個笑話 Joke 我說祝賀你們 你們願意舉行 就美國 然後我說我們中國年輕人 今天年輕的 90後00後 英文我說A source of fun 就是一個快樂的巨大的來源 可以調侃 這個精彩 看戲一樣的 這那麼回事 就是我們現在對美國 是這樣來看的 對美國這個制度 而且我有大量的數據 去年PW PU中心的民調 72%的美國人認為 美國民主模式不再是世界的榜樣 就美國人自己都不看好 然後今年3月6號 英國的Guardian 衛報 它標題就是 美國的兩難選擇 就是兩個壞蛋 中間要選一個 然後呢 80%的美國人 對這樣的選擇 不感興趣 不喜歡 但又改變不了這個局面 就是兩個老人要出來競爭 四年前的再來一遍 八年前的再來一遍 最後 Nothing has changed Everything goes worse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制度 我當作复山辯論是一路走摔的 它是有基因缺陷的 這個基因缺陷 我今天沒時間講了 但我們把這個問題 已經分析透了 但我們國內有 我們有些叫工資 還是非常崇美 但這個除了在大學裡 在知識界有一些影響 在媒體也有影響 帶著民間的影響力銳減 在互聯網上是調侃的對象 基本上是這樣 中國政治生態跟韓國不一樣 我們現在民調40%的年輕人 就是Z generation 因為西方制度不如中國制度 我們是俯視它 過去我們叫仰視 然後叫平視 平視 那叫俯視 就是You are not as good as us 在韓國學習也批判 事實上美國外交政策呢 表面上的它強調自由主義國際就是的 事實上推進的新中商主義 新マーケンタリーズム 所以還有呢 表面上強調價值外交 所以現在美國那個大選當中是特朗普和拜登之間的看法差不多的 事實上拜登和特朗普之間的政策上的差異呢 根本上沒有的 如果差異點 第三個點 一個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 還有一個是同盟管理 同盟管理 還有一個是關稅的問題 除了那個三個因素以外的 它是一樣的 但是特朗普的那個政策是特朗普個人 還有deep state 還有共和黨的那個智庫 還有共和黨美國議會 之間的很多矛盾 所以現在的特朗普個人的那個想法 不能反應到共和黨的政策 是比較混亂的事件 為了 可以看到